我跟各位講 我們股票盡量就是怎麼樣 低買 今天的低買 你明天就高賣 很多分析師都想當賭神啊 高進啊 追高啊 想要成功啊 想要賺錢就要與眾不同啊 連買抄底才敢大增 微影M31 華星光聯軍 這個都不要講了 重點是 你趕快預約下一支 歡迎收看標顧智囊團 我是你的老朋友宇哥 今天大盤呢 霞幅震盪整理 我們來看一下大盤 今天高低點 大概差沒有多少 高38 低58 加起來來講的話大概 八九十點而已啊 所以算是個霞幅震盪的 可是你看啊 在今天喔 大家很恐慌喔 你看看喔 這工商時報怎麼寫的 揮答 晶片進銷路 AI股 多殺多 啊 這是工商時報 你看完了 先 驚嚇程度先拉到50% 然後呢 再看另外一個經濟日報 驚嚇程度馬上 百分之百 來AI概念股大跳水 美國晶片出口管制升級 殺傷力強 兩個報紙都跟你講 都跟你講什麼 AI跳水 晶片管制 你怕不怕 你一定怕嘛 你一定怕嘛 那我昨天有跟大家講 我說 昨天這個殺盤喔 從1點鐘 12點鐘之後開始殺 那個是期貨在殺的 那個我沒有辦法 交給護盤 可是 昨天很多股票 它在找盤就見低一點 那這個地方 你就要記得 相對強勢 這個觀念我跟 我教過大家了 好 那既然AI股很殺的很兇 那為什麼還有揮答協力廠商 會這樣子走的 我先問大家一件事情 先把邏輯先想清楚 你既然AI大跳水 你既然這個揮答 昨天揮答還 昨天揮答還中錯 對不對 AI股落難 那為什麼 最直接的揮答協力廠商 他會這樣子走 這是強勢還是弱勢 這個叫整理盤 轉強 準備突破 你懂我意思嗎 你股票不買這個 你要買什麼 低檔的你敢買嗎 你不像宇哥會抄底啊 我不僅抄底 我還連買 你不敢做的事情交給我 不然你自己買就好 很多人股票就是 我給你四個代號 你自己下去買 可是 人總是有人性嘛 會怕嘛 會貪嘛 你今天低的不買 是因為你怕 你明天高就去追 因為你貪 那一貪一怕 這就是股市的一個生態嘛 你昨天低不買 你明天就追高 是不是 所以這個股票 我也告訴大家 你趕快把握 他是 這個利用大盤在殺的時候 這個股票才厲害 你懂我意思嗎 回答在協力廠商喔 不要錯過喔 現在告訴大家 好來 你看 6669微影 這股票 我們做得多棒 今天呢還破低 1425塊錢 1425塊錢 來 這個圍影 當時我是不是跟各位講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對不對 抄底 不是每個人都會做的 因為是 因為人會怕 可是我跟各位講 2100跌到1500 你想做這種抄跌股的 你趕快來找我 我帶著你做 1390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也買五次 抄底大賺 我帶著你買一次買一張 一次買一張 你漲上去 200塊300塊 一張賺200 一張賺300 你自己賺 愛幾張你自己賺 自己拿 重點是我帶你怎麼樣 抄底 重點是我帶你連買 把你的資金強迫集中 上去帶著你出 有沒有 撒下來 圍影 看見沒有 1700 我帶你這個地方抄底 漲去到1700 這個地方 遇到壓力 全部賣掉 撒下來 漂不漂亮 你趕快把握下一檔 我現在跟各位講 趕快把握下一檔 回答了協力廠商 懂嗎 你看像這個技嘉有沒有 是不是跟你講不能碰 什麼時候跟你講不能碰 10月2號 我說300塊不能碰 不能碰 不能碰 技嘉來 2376 今天是不是破低 來 有沒有破低 你告訴我今天有沒有破低 241塊錢 你自己看就好 我在這裡跟你講的 我說你這裡敢抄底 因為我們在這個區塊 我帶你抄底圍影 連買5次 我沒有買技嘉 可是我告訴你技嘉人 很多人有人買技嘉 我特別告訴你說 300塊錢不能碰 從300 是不是又殺回到破低 比前波低點還低 241 是不是 來這個M31 帥不帥 連買 抄底 這麼大聲 867 買進 準備突破900 講完 916 急拉到972 連續 抄底兩次 敢買才敢大聲 今天又急拉 來到951 目標價不變 目標價不變 持股獲利報勞 謝謝 對不對 漂不漂亮 圍影連買五次 連買 抄底 大賺 我才敢大聲 所以宇哥 坐在這邊 不是 像一般分析師 坐在這邊 跟你行李如宜 跟你分析基本面 跟你 長的時候 跟你誇張本益比 我是帶你實實在在的 殺下來 你不敢買 我帶著你 我牽著你的手買 抄底 連買五次的圍影 1300 漲到1400 1500 1600 1700 不能追 今天殺回到1400 那資金轉進到M31 短短幾天 105塊錢 買了兩趟 華新光這講太久 我都不要講 親愛的 我講太久了 資料給大家 資料給大家 有沒有 資料給了大家 聯軍 對不對 9月20就買了 51塊5買的 買完9月21號 直接拉漲停 太屌了 不是嗎 你告訴我 昨天買 今天立馬漲停 而且漲停本來那一天 全中華民國上市櫃 只有聯軍 漲停板 我講的是11點之前 那天大盤跌226點 聯軍漲停板的時候 上市櫃只有他漲停 那這個漲停股票 我是前一天 我9月20號買的 9月21拉漲停 看見沒有 拉到65塊 現在又殺回來了 華新光 我連買三次 抄底 連買三次 我連買三次 你看到沒有 那這裡我說 暫時不要碰了嘛 所以光通訊族群 我也跟大家講 我說 會做的就是會做 不會做的就是在這邊 追高然後又殺低 追高又殺低 對不對 是不是 連買抄底才敢大升 光是我賣完了 就沒有過我賣的高點 就沒有高點 就沒有高點 不是嗎 來 你看這個晶圓店 看見沒有 平盤下買 你注意這三個字 平盤下買 買一次 抄底 來 平盤下買 782 抄底 買兩次 來 平盤下 81買 抄底 買三次 那第三次的資金 還是從出立志 3481的立志 拉到159.5 我出在158 賣掉之後 轉晶圓店 買了三次 16號買完 買好買滿 買了三次 17號創新高 你看見沒有 連買三次創新高 創新高 那天把加碼單 獲利入貸 原始持股獲利暴老 今天晶圓店 再憑新高 全部獲利入貸 資金另有他用 你看到沒有 親愛的 我講的重點在這裡 昨天的第一買 就是今天的高賣 不要再當賭神了 周仁發的名字叫什麼 高進 做股票不能高進 懂我意思嗎 這不是開玩笑的 你要高賣 那你昨天沒有低買 你今天怎麼高賣 我請問各位 對不對 2449金元店 強不強 強啊 說不定明天整理整理又上去 那很開心啊 你跟著我都賺錢啊 你跟著我都賺錢啊 不是嗎 揮達協力廠商 有看到嗎 揮達AI股多殺多 AI股大跳水 兩個報紙把你嚇得個半死 把你嚇得個半死 為什麼這檔揮達協力廠商 竟然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準備轉強 他沒有變強喔 他是準備轉強喔 所以明天一定來得及嘛 那你再不買 昨天的低買 就是今天的高賣 連買三次金元店 對不對 這些 這些不是都已經跟各位講過了嗎 是不是 所以我想 很重要一點嘛 在這裡 你怎麼去 你怎麼去掌握 掌握這個 這個節奏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來 這個亞翔 有沒有 我是不是跟你講 預估第三季單季賺3塊1 對不對 隨時注意啊 不是嗎 裝紅 300塊買 來 3324 300塊買 你看到沒有 300塊買 你一定買得到 尾盤收308.5 收最高 我跟各位講 我們股票 盡量就是怎麼樣 低買 今天的低買 你明天就高賣 懂我的意思嗎 很多分析師都想當賭神啊 高進啊 追高啊 想要成功啊 想要賺錢 就要與眾不同啊 連買抄底 才敢大聲 微影M31 華星光 聯軍 這個都不要講了 重點是 你趕快預約下一支 好不好 祝大家天天都有 掌停板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